身體檢查 現在都很流行為了自己健康 每年做一次身體檢查 如果吸引人士在身體檢查的套餐裡面 不妨跟醫生說 或者售賣這些套餐的醫療機構說 想做完那個費工 那你就有機會會及早察覺得到 原來已經少了東西的% 我自己不知道而已 這些是一些未有症狀 早期的患者怎麼知道 至於剛才說 長者有時候混淆了 以為自己年紀大應該是沒有氣力的 其實就不應該 他應該是會跟自己同輩 一個健康的長者 可能理論上走的路程應該都差不多 上樓梯應該都上到某一個層數 都沒有什麼事干 他如果明顯跟自己的以前 一個比較急劇的改變 或者跟自己同輩差不多身體狀況的人 為什麼我靈寫行路會喘的呢 這些都是一些警號 需要 尋回醫生護士的意見 有沒有機會患上 慢了肺病 但是當然氣喘是很多原因的 在路人家 心臟問題也可以氣喘 肺部包括他慢了肺病 也可以氣喘 還有其他身體的不同的器官 都會影響到 所謂中氣 這些都要透過醫生幫他分析 還有做肺功能 證實才知道是否患上肺病 引致氣喘 慢了肺病的醫治分幾個方面 約密是其中一方面 有些基本的事情 任何一個患者都需要做 舉例是戒煙 即是盡快立刻戒煙 另外保持一個適當的運動量 來保持身肺功能 還有每年都要接種流感的疫苗 以免患上流感 還有要接種肺炎鏈球菌的疫苗 防止鏈球菌入侵 最近也有新冠病毒 如果身體合適 都要接種新冠病毒的疫苗 這些任何一個患了肺病的人都需要做 藥物方面 就以吸入式的藥物為主 都有很多不同的牌子 種類等等 大致的作用就是 吸入氣管之後 讓氣管可以放鬆一點 不要收得那麼窄 讓它們休息長順一點 活動都可以多一點 少一點入院 有些比較嚴重的病人 還要用吸入式濾骨術 減少氣管裡面的發炎 減少發作入醫院的遲數 為什麼是吸入式呢 就是因為以往舊式的藥物 都是吃下肚子 又要等肚子消化了 再經血液帶去肺部 一來時間很久 二來入了血 身體其他器官都有機會有輔助 這些吸入式的 因為慢了肺病 主要都是因為氣管收窄 你直接吸入的氣管 一來就最簡單的 直接一些藥去到的氣管 二來也減輕了藥物帶來的負重 這些就是吸入式藥物 另外一些比較嚴重的病人 有時候會出現缺氧的情況 可能要用養氣 體力可能很差 要物理治療去恢復體力和運動量 還有就去到慢了肺病比較最後期的病人 不止缺氧的 他們身體的廢氣 我們人都好像汽車那樣有廢氣 不過無色無味 就是二氧化碳 看不到的 有些人會身體累積了 二氧化碳不能夠足夠排走 這些病人如果急症的時候 往往是進入醫院 需要用呼吸機 甚至深切治療插住喉呼吸 現在也有一些比較新型的治療 可以在家裡用家用式的呼吸機 協助減低二氧化碳積聚在身體裡